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拜登在2020年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当选了美国总统 接下来他为了重新刺激经济 让经济回到疫情前的情况 他开始大撒币 推出了相当大规模的基建计划 他一次又一次的宣示 他要将使出二战以来 美国最大的一笔投资 带领美国重新进入一个成长周期 并且推动新的成长的引擎 这个计划他叫做基础建设 目前我们看到的规模是超过两兆美元 究竟这两兆美元能不能够如他的预期 顺利的通过国会的审议呢 那这两兆美元如果会分布到什么样的细项 去推动产业还有政府的基建投资 今天这期节目呢 很高兴的邀请到了KPMG安侯建业 税务投资部廖月波副总Joanne 以及税务投资部的丁英泰协理 英泰 要和大家来聊一聊 拜登政府的大基建计划 到底大在什么地方 他会如何的细部去深入各个产业 去影响台商赴美投资的税务的重点呢 欢迎英泰协理 欢迎Joanne 哈喽两位好 你好 Peter好 大家好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Joanne 我们现在看到的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 因为超过两兆美元 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大 有点超过我们的理解的范围 您可不可以稍微细部的介绍一下 他目前针对是哪些产业重点 又会有哪些产业 我们台商投资美国的时候 可能会因而受惠的呢 美国总统拜登在三月底的时候 宣布基础建设计划 称为美国就业计划 这个基建计划呢 主要分成四大类重点项目 第一个是交通基础设施 那第二个就是改善家庭环境 第三个是医疗照护设施跟研发 那如果是分成细项的话 第一个交通基础设施的话 其实大家就比较熟悉的 就是改善道路桥梁 就是铺路铁路 然后还有促进新晋能源的发展 例如就是最近台湾很夯的电动车 那第二个呢 改善家庭生活环境 包括就是说让水可以更清净 还有就是让升级宽联的电网 还有就是说 对学校社区儿童医院的保护措施 那第三个呢 医疗照护措施呢 大家都知道是COVID-19的时候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 就很多人都在的一个等待名单 还有就是可能一些医生护士在讲说 他们的收入其实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所以他有一个是计划也是确保提高基本的医疗收入 那第四个呢 投资研发 也是就是有关清净节能源发 大家知道是说拜登其实跟川普不一样 就是拜登他比较强调是经济能源 然后川普呢是比较强调是类似比较工业化 然后可以生产 所以这个是两者的不一 所以从这四个重点投资观察呢 预期的对台商最有利的话 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耳熟 能想交通基础测试的话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原物料的需求 那还有就是电动车的投资 那还有就是台湾最厉害的网通业 还有半导体的制造产业都会因此而受惠 刚刚Peter有讲说是两兆的 然后他们其实有个缩小版的是 1.2兆的基础监设施 那1.2兆呢 其实都对台商有利 因为他其实第一个通过也是 就是所谓的交通基础设施 那所以就是电动车 然后还有就是网通业也是 半导体业也是 所以预期这三个行业 其实对台商都有受惠 那其实台商不管是说计划 或是现在已经在当地投资 或是说要比较快速的 直接并购当地公司的话 进行贸易或制造生产 这个对台商都是有利的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想见的 其实在这一阵子 我们公开的消息也好 或者说去参加股东会 我们看到的新闻也好 光是在上市公司 就已经看到有很多公司 新增或者是加大 在美国方面的投资 那最显著的当然就是 前两年的鸿海 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 然后台积电也说要去投资 然后还有我看到 远东新也加大了 对美国的投资 我们不管现在是新增 还是加大的 如果说台商认为 现在投资美国 是确实是有商机的话 我们在进行一些 评估事项的时候 在税务这个部分 我想请教一下英泰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重点 然后在投资的架构上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 什么样的事项 是Peter 刚刚Joanne已经提到 其实在整个商业评估上 这个该考量的因素 其实台商已经放大 到许多可以投资的项目 那收敛起来 如果是针对税的这个部分 其实台商通常会选定 一个投资地点 然后接下来遇到的问题 就他必须在哪个地方 来设立这个 他的这个公司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通常 要这个提醒台商的部分 第一就是他一定 都会有联邦税的问题 因为美国是一个 联邦制的国家 那这个联邦税目前 从川普时代 后来已经降到百分之 从35降到21% 那另外就是 还有周税的考量 但是其实各州的周税 都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如何 其实你的设立地点在哪里 其实不重要 重点是你在哪里营运 那你就营运的地方 你就应该在当地缴税 就好比说今天 我其实在台北做营运 但是我把公司设在高雄 但其实你其实在台北 也要缴税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其实我们就 这个公司设立地点的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客户能够回归到 这个商业的这个本质面 考量他的 这个产业投资的内容 还有就是这个产业的 这个供应链的需求 等等来决定 那比较重要 我们在税务上 通常会提醒 这个投资人的部分 或是在他整个 控股架构的选择 因为控股架构 其实是直接关系到说 他用哪一个投资的 这个公司来做投资 那么后续 他如果在当地赚了钱 那他就会有这个盈余 汇回的部分 那美国这个部分 就是会有一个 30%的这个盈余 汇回的这个扣缴税 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这个控股的 这个架构设计就很重要 那如何把这个 30%的扣缴税 能够稍微把它降到 这个合理的范围 那这个部分 其实穿透台商 在投资海外的时候 常常就会透过这个开曼 或者是BVI 这样子的海外控股架构 但是这个架构在目前 这个全球反避税趋势之下 其实不是一个合适的方式 那也有台商考虑到说 是不是他在集团内的公司 他某些公司 其实跟这个美国有租税协定 那是不是就可以用 这个租税协定的架构 例如说像荷兰 或者是匈牙利 他跟美国有租税协定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控股架构 是不是可以去适用这个 比较优惠的这个扣缴税率 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说 重点还是要回归到这个 在反避税的趋势之下 我们会严格检视说 这个控股公司 如果你设在荷兰 或者是匈牙利 那你在当地 是不是有一个实质的营运 那有实质营运的话 我们才会建议客户 来做这样子的选择 是 所以实质营运 又变成一个关键字 您刚才提到 其实以前台商最常见的 就是我去开曼 XX开曼控股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样的结构 好像已经不适合了 没错没错 那就是这个部分 刚刚考量都是在海外的部分 那其实在进一步 我们也会跟台商建议说 那在当地的这个 在美国当地 你是不是需要设立 在美国当地的控股 举例来讲 也许这个集团通知的项目很多 那在美国有多处的 这个营运公司 那这时候在管理上的需要 也许就会希望 有一个控股公司 来做一个比较容易的管理 但是这个控股公司的选择 其实在税上 你想到其实一个公司 他就会有联邦税跟周税 那两个就会是有两倍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就会是考量到 你控股的架构越多层 那其实在美国的税负 就会越重 所以这时候 我们也会回归到说 其实通常我们是认为说 投资美国的架构 是越简单越好 不过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反过来想 因为在美国 他有一个特殊的 这个合并申报的 这个所得税机制 也就是这个子公司跟母公司 如果是母公司 对子公司持股 超过80%的话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去试用 这个合并申报 那举例来讲 就是说 我在投资A公司 它是个赚钱的结果 那B公司是亏钱 那我合并申报 是不是就把这个赚跟亏 给综合起来 是 所以这个抵消的结果 那其实在税上 就会变得更为有利 他事实上就不用缴这么多税 所以这个也是在控股架构上 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面向 那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因为其实希望 在台商在做这样子 控股架构选择的决策的时候 还是要去注意到说 他最后在营运 甚至是退场的时候 比如我今天要投资获利了结 那我把这个营运汇回回 那这个部分也是要去考量说 不管是营运汇回 或者是我是处分这个投资 比如说有更有前景的公司 他看上我们这个投资标的 想要跟我们买 那这时候就会有 这个资本利得税的产生 那我们也要看 这个20%的美国资本利得税 尽量如何让他实现在海外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能够确保 这个投资获利 能够真正进入股东的口袋 是 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 要问英泰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好已经确定要去投资 我们也大概厘清了整个 所谓您提到的控股架构要怎么设计 像你提说 是越简单越好 这个重点要把握 那投资的钱到底是要怎么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球资金是泛滥的 银行是以滥头寸为苦的 没错 所以我们是要去跟金融机构融资借钱 还是说我们用我们自己集团体系 底下一些剩余的资金来做融资 您的注意的事项 你认为应该要注意什么 对我想Peter这边也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投资一定就是 那资金哪里来 那其实不外乎就是我的资本投资 或者是我是透过借款 那借款因为这个时候 财商会先回归到他自己 集团内的资金 他会先做一个省事 那如果发现说 这个他在其他集团的架构下 例如说可能在中国的公司 或者是开曼公司 他有很多的剩余资金 那他想说那他投资美国 就优先拿这些剩余资金来调度利用 那这也就是所谓一个关系人借款的问题 那其实这边要特别提醒 就是当然我们相较于资本投资 用融资的方式 当然是可以在税上有这个 因为我借钱我就有利息 那这时候我可以拿来抵税 可是问题是 其实美国在这个关系人的 关系企业间的融资 其实是看得非常的严格 逆言来在这个美国税法 不管是税局或者是税务法院 其实也形成了许多的这样子的共识 就是说他会严格的去审查 资金这个安排 他这个实质上 他到底是一个融资 或者是一个资本投资 举例来讲他会去看说 如果我这个融资 关系人融资 他其实没有订定一个还款期限 那这时候就其实不是一个常规性的融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去跟银行借钱 当然需要订说 我什么时候要还钱 那这种如果没有一个还款期限的融资 或者是说 他在这个融资的当时 事实上用同样的条件 他是可以借到第三人的融资的 就不用用关系人借款 那这时候都会是 这个融资的交易 他实质上会不会被认定为是一个 不是一个真实的融资 而是是一个资本投资的状况 那如果一旦有这样子的考虑 就很有可能会被认为说 不可以在税上作为这个利息费用的扣除 另外也要提醒这个台商 在利息费用扣除的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这个川普税改之后 其实已经是用一个大帽子 框架式的 就是所有的这个利息费用 他用一个这个客税所的 30%的这个大门槛 就是说我今天扣除的利息 不能超过我的客税所得的30% 所以算是天花板 对没错 就是说有一个这样子的天花板 那这时候 我们就要去回归到看说 这个其实在整个大环境下 这个融资的这个利息扣除 事实上已经会面对到一个 相当的这个限制 那更何况我们这边也是提醒 这个台商要注意说 其实拜登在2022年 这个财存预算案 甚至针对这个利息扣除 他会把这个限制变得更严 他甚至是推出说 准备在2022年 他会去看 这个集团在财报上 整体的利息费用任务的状况 如果说这个美国的利息费用 是显然高于这个集团 利息费用的这个比例的话 他就认为说超过这个比例的部分 甚至也会做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是要提醒说 当然我用融资的方式来做投资 是可以取得相当的租税优惠 这个租税扣减的可能性 但是即使在这个利用上 也是要特别的注意 是 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一点 是一般人通常在认为 一些比较便利的做法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 那刚才英泰最后有提到说 除了川普既有的这个限制之外 拜登在2022年的财政预算 还要导入新的规定 那看起来双方是有一些 理念上的相同之处 不过双方也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在2022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我们都听到 媒体也写很多了 就是一个风声说 拜登希望把这个公司税 加到28% 刚才英泰有提到 从35减到21 所以你看35加21除以2 刚好就等28 它是一个好像取中位数的概念 那我想请问Joanne 这个提高到28 机会上是有可能过的吗 这个好像是不是一任总统 又换一次 这个好像大家有点 适应上有点困难 我们来简介一下 美国他如果是财政预算案 通过要怎么进行 基本上就是要通过预算案的话 需要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通过 那众议院通过之后 到参议院去表决 但是在参议院 基本上是需要60票 才能够去通过 但是因为现在其实 拜登是民主党的 那民主党有50票 那你至少还要再加上 10名的共和党人的票 才能让那个反案通过 可是自己拜登里面的民主党 就是至少有5到6个参议院 其实在新闻上 媒体受访的时候 已经说他不支持 因为他觉得28实在是太高了 会得罪那个公司的选民吗 对基本上也是 然后后来拜登自己就讲说 他是对新闻媒体 他对CNN也讲说他是open的 所以就是说 也可能大家预估的话 就算是没有到28的话 也可能会到25 那其实就是说 一定要60票吗 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用预算协调的方式 就是只要50位参议员 同意就可以通过 可是我们在预期是说党内 其实他民主党内有杂印的情况之下 拜登他可能会把整套计划 就是分批讨论 所以就是税改计划 可能在就是方案 不会见得每一个都被实行 那可能会遭遇到修改 或是一个取消 真的可不可以到28 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 可是看起来 因为大基建是需要钱的 就是刚刚讲 他讲说缩小版的 修正版的大基建 也是1.2兆美元 这个钱从哪里来 就是基本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加税 那加税的话 就是调高公司税率 是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对 要赴美的台商 或是已经在美国的台商的话 其实你到底在美国 要缴多少钱 就是以前呢 假设税前所得是 最后客税所得 是100块钱 川普的时候是缴21 那你现在可能 缴到25到 或是缴到28 你要留这么多的钱 在美国吗 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 可以降低在美国的 各客税所得 那简单方式就是说 你可能就利用 母子之间 集团之间的交易 然后就去降低说 我在美国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 我还是都是在美国 就是缴50块 可是这个50块 我就利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几个减少 可是IRS可能会想说 奇怪我明明就调高了 公司所得税率啊 怎么可能 你还是维持一定的钱呢 所以其实他还可能 还会就是 其实还可以加强 去做查税IRS 而且大家知道是说 拜登在这一次的 预算案里面呢 他其实加强对IRS的 就是给他 更多的预算budget 所以这个集团 要考量在美国的 IRS的查核风险下 跟集团利润配置 要如何取得平衡 而且大家知道是说 台湾跟美国 虽然关系非常友好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作税协定 那作税协定里面 有个机制是说 他如果两边对于说 到底要留多少税 比如 刻在美国的话 基本上 其实可以是有一个 相互协议的机制 进行协商 消除跨国 课税所的 课税的争议 提到这个IRS 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 没有真的遇过 那种IRS 查税的场面 我上次碰到一个 美国商学院的教授 他就写了脸书 就说千万不要低估 因为IRS在美国是带枪的 那种跟你想象中 带着公式包来跟你谈事情的 那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带枪的 那种场面是完全差很多 你这个心理上的震撼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 所以这种细节 一定要把握住 那最后我想请教两位 这个对于美国投资商机 如果说已经认定了 这个目标的话 那准备去投资 或者说准备要调度资金 或者准备到当地去融资 两位有什么建议呢 想先请教一下英太 是就是刚成如这个 九月案所提到的 就是这个整个台商 要面对这个川普政府 2022年预算案中的 这个加税拼基建 那这个重点投资项目 跟出税诱因 其实都已经渐渐出台 那这个状况其实就是 很值得台商去做 进一步的这个重视 尤其是如果这个台商 做完相当的这个 商业评估之后 那也不要遗漏掉这个 刚刚所提到整个美国 投资的租税架构 还有资金运用 这些相关的这个税付效益 因为这些议题都 其实会直接影响到 这个股东获利的 这个最后的 这个最终结果 是所以要最大化投资效益 其实法律的进度 是一个很重要的 没错 因为毕竟这个 像刚刚提到这一些 拜登的这些预算案 毕竟都还没有通过 这个国会的这个审查 所以最终结论会是 或是在这个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协商最后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目前都还不在 我们可以预见的范围 不过就是请台商 要特别留意 这个接下来的进展 是刚才我听 英泰介绍 其实美国的税募是很多的 所以酒院这边 你有什么需要提醒 大家的地方 好因为刚刚其实英泰 在讲的是联邦所得税 周税 其实比较是所得税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大家 比较可能听到的是 销售使用税 Sales Tax 还有就是如果是台商 如果要进口 机器原料设备的话 其实还有所谓的关税 所以其实还有就是 台湾的技术 其实像比如说像半导体 或是电动车 我们的技术人才 也是非常高端 所以如果我们要派人过去的话 其实台湾过去的 个人的薪资 也要考量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税募 都是必须要仔细去做规划 不要看到是说 看到个单很大 可是问题是那个成本 除了公司本来的 一些原物料的成本之外 机器设备 可是你的税的成本 也是都是必须去做考量 那税有很多种 这个也都是要全部来看 那还有就是说有些 就是除了大型契约之外 还有一些中小型企业 那我们会建议是说 基本上就是上中下游策略一个联盟 就是用一个打群架的方式 就是如果只有一双筷子 我们可以变成是一捆筷子 然后大家可以合在一起 然后台商的力量就会变大 是就是不如预期 通常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 如果说不如预期的 这个场景是出现在脚碎的话 通常都是脚要比预期更多的碎 那这个情况其实是会让厂商会更加的 可以说痛苦或者说是感到深思的地方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 美国的投资商机很大 然后就像刚才酒院提到 直接就杀过去了 对于税的一些细项 甚至是风险没有好好的把握 当然如果你要好好的咨询的话 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税务团队 就是今天KPMG到场的这两位 那接下来我觉得整个拜登也好 或者说下一任美国总统 不管是谁 他在大投资大基建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角色跟琢磨 所以未来我也希望能够请 Joanne跟英泰来到节目 跟我们分析 接下来的税务的进程 跟实际上这个基建计划会不会加税 会不会增这么多的新的一些费用 所以希望两位未来能够到节目来做更多的分享 谢谢英泰 谢谢Joanne 谢谢Peter 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